大家好,星期日報 今天是2020年9月23日,星期三 這陣子香港和新加坡的就會議展覽 和爭奪人才方面,針鋒相對 例如新加坡的金融科技節 定於今年11月2日至4日舉行 原油是香港定於10月31日至11月4日舉行的 金融科技週創期 即是香港被搶 有平台數據顯示,香港至今年至今 共有235項展覽活動 但少於新加坡的36% 全球最大會議展覽活動會集平台Septime 數據顯示,全球20個金融中心中 倫敦舉辦展覽活動是第一 達到2538,華盛頓第二,達到1238 分別是香港的10.8倍和5.5倍 分別是芝加坡和紐約 分別是974和972 而最要留意的是新加坡排第8 有65 而香港是香港的1.8倍 即使香港政府近日宣布零加三 有意與外國接觸 即是接軌 但有業界相信香港很難完全復甦 嚴格的日境限制 令不少原先在香港舉辦的大型展貿 移籃去到新加坡製造 本港的主辦多年的珠寶展示 展覽儀 larger 全球出現 成員香港最強的競입 在香港面對三招 好,請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